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洛 來來來,我們趕緊開始吧,GOGO 好的,我們今天這期要是來玩一下這個去把洛奇亞 那麼沒有意外的話,這應該是我們本系列的最後一期了 我私底下已經先打完了四天王 所以現在是二週末的開始 花子媽媽也說了,你贏得了成都聯盟的比賽,終於回到家 我為你感到驕傲,嘿嘿 那但實際上它後續還是有一些劇情 我們先出來,然後使用飛天 我們這一期完結篇我分兩個部分 首先是神獸篇,先飛到上方的滿金式 差不多在我第二還第三期的時候給大家演示過嘛 如果你們直接走到底的話 中間這裡會有一棟火箭隊的小小實驗室 你們進來,跟這個博士對話 他說你目睹有難得的壯局 這個Pokemon的蛋就交給你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這顆蛋應該就是超夢的克隆體 如果有巨夫的話就可以得到這隻神獸 而另外一隻洛奇亞的部分,如果你們順著劇情的話本來就會拿得到 好,那麼除此之外,其他隻 我們則是使用飛天飛來卡擊陣 上方有一個被君殺小姐擋住的路 不過周末之後就可以通了 進來之後這個地方叫做金色森林 這裡的設計一片黃金 然後他那個作者好像是把三鳥全部都塞在這裡了 我直接走到最深處 你這個吉利蛋,不要擋著我啊 這裡還有一隻野生的大菊花 哦,有了有了,左邊這裡衝浪過來 即可看到三鳥,野生的傳說精靈 閃電鳥拍打著耀眼的翅膀引起了狂風暴雨 閃電 來吧,稍微小打一下 他應該挨得住我兩下的攻擊 好,緊接著去吧高級球 Come on,趕緊進來 哎呀,神獸果然是比較不好抓呢 我現在高級球只有帶五十幾顆 就在我不經意的時候還是收服到了 看來他很想跟我走嘛 在雷雲中的傳說精靈 能夠隨心所欲的操縱雷電 我記得他的日式英文發音就叫做桑打嘛 好,不錯,首先是這一隻 不過這個版本已經接近尾聲了 這隻神獸抓了 我也不會拿來使用啊 不一定啦,如果說待會 還要打的對戰還很多的話 就可以拿來使用 再來是第二隻急凍鳥,Fleece啊 他的哏我就不玩了 還果斷掏出圖鑑看一下訊息 急凍鳥透明般漂亮的羽毛 是由冰構成的 嘿嘿,一起直接殘血 趕緊收服之啊 快快快快 完蛋了 他這個冰系的絕招 加油啊,你撐得住的 最後一期 哎,死的真慘 GEEZ,都已經丟好幾顆了 幹不是吧 丟了三十幾顆的還不進來哦 算了,我等一下要出去買新的球種 看來這個高級球是hold不住的哦 啊,算了,重新讀取成檔一次 這個這樣子跟他耗下去 太浪費錢了 你倒是快點進來啊 我求求你啊 幹算了,老子十六倍速瘋狂丟球法 媽的完全不看畫面 無心流 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哼,經過得一通亂丟之後 終於是進來了 花費我好多時間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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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去買新的球種 哎,這裡只買得到高級球哦 哦,算了算了 反正裡面應該還剩沒多少神獸 左邊的話 有個道具紀念球 然後旁邊這一隻是雪拉比嗎 還有大力兒跟刺龍王 這些我都有了 來不然我們先抓這一隻 看一下圖鑑 石拉比 穿越時空在各地遊蕩 據說它出現的森林裡面 草木會生長得非常茂盛 這個草系的 綠色小妖精 看我的電磁坡哦 哪泥 還帶木植果 我再電磁坡一次 哈哈 你是逃不了的 來果斷電光一閃 閃它個三次即可 噢Shit 它的魔法葉 勾不住啊 來乾淨切換 隨後開始丟球枝 去把高級球 差一點就一球入魂了 天啊,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哦,兩球 Good 這個還是比較好抓的哦 那我們繼續向右邊走 這一次是這個位置吧 最後一隻三鳥了 Fire 哎呀,附近的話沒有其他的 來果斷直接抓 從很久以前 就因為火鳥的傳說而聞名 每次拍動翅膀 羽毛都會明亮的燃燒起來 非常美麗 自我忽然想起以前小智啊 是完全撲燒在火焰鳥的火焰裡面 然而主角就是主角 哈哈 來吧,最後一隻神獸了 趕緊抓了吧 不過老實講 一開始 我以為這個地方還抓得到三狗 然而並沒有 啊 待會我們再到戰鬥塔那邊去看一下吧 來,co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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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過來 你這個超級殘血加麻痺 趕緊跟我走了吧 你都已經之後一隻了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八顆 九顆 你妹的連搖都不搖耶 十顆 十一 十二 十三 奇怪,怎麼完全不進來呢 十四 十五 十六 你快一點啦 我的快龍快hold不住啦 十七 十八 十九 啊啊啊啊 結果還是被燒死了 出來吧,赤龍王 這個你一定hold得住他的火系攻擊 還二十二 二十三 丟了這麼多顆還不進來 二十四 二十五 還吧,再使用一次 十六倍速超快速丟球法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四 啊看,又掛了一個 算了啦 不給你浪費時間 去拔大石仇 MASTABODU 我居然對了一個堪稱 使用性最低的火焰鳥丟了大石仇 哎呀 你這個臭火鳥啊 總之我們三鳥的部分 全部都抓到了 那其他地方的話 這裡的草叢應該是遇得到怪的啦 只是我現在都開始噴霧劑 那除了大家畫面上看到的 這些高強的怪之外 還會遇到什麼呢 遇個幾隻稍微看一下 都是最終進化型 波克基斯 象牙珠 鴨嘴燕龍 電極魔獸 我還以為他只有一二代的耶 我記得電極魔獸不是第四代才有的嗎 看來這個版本的圖鑑分佈 也是讓我有點搞不清楚啊 至於其他貌似也沒有比較特別的 這個其實大家也不用想太多啦 畢竟他們的退化型 你們在先前的旅途之中 是百分之百遇得到的 那麼他這裡的設計 可能只是作為一個收集項 那沒事我們就直接離開吧 那麼再來就是挑戰戰鬥塔 拿幾個夥伴出來 這個陣容我缺的應該是 缺的應該是火系的 好就決定是你了 現在我們飛來燕末室 這次我們走右邊 這一版他所謂的戰鬥塔 其實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反正先前我經過的時候啊 有一棟建築物 這裡的軍殺小姐說要二周目才有辦法進去 那麼現在實際已經成熟了 這座塔他到底是 哎就一進來 這是我們的第二四代女主角秦英 沒想到會在這個地方遇見你 然後看這個場地估計是要拿來對戰的 我們的秦英講說 嗨來這裡的人並不多 只有贏了全都聯盟的訓練師才會來 你打敗阿杜的時候是什麼姿勢呢 如果你在這裡訓練的話 我相信你會變得越來越強 是的越來越強喔 哪泥 他這邊是在暗示說 待會這裡的對戰會非常的嚴苛就對了 啊老子是沒在怕的 來果斷逆鱗 哇靠對面直接對我下毒了 開玩笑 我一代跟二代的準神 兩隻盒在一起轟你一個 來繼續逆鱗 這一次的地震 那個太陽精靈居然殘血 看再來一發 喔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沙寶的關係把他帶走了 那麼他就只剩下一隻幸福蛋 這一次真的死嗎 真的死耶 他上面居然寫四天王的琴音 難道這裡要打四個 好啦打完了 恭喜你贏得了守城對戰塔的挑戰 現在我要更多的訓練 什麼東西 你倒是開門啊 你需要再次贏得四天王 才能在這裡繼續前進 看 不是吧 幹嘛這樣設計啊 再打一次四天王 不會吧 如果這裡沒打一個人就要打四天王 那我不就車輪再被磨到死了 然後看一下那個劇情有沒有觸發掉 果然沒錯又可以進來挑戰了 Oh my godness 他媽的老子跟你拼了 再打一次四天王就再打一次 來那麼由於四天王的部分 還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這裡我畫面直接帶過去 OK啦 我又挑戰完了一次四天王 這有什麼區別嗎 貌似也沒有 來那我們再次飛到淹末室 去到剛剛的對戰塔那邊 這個我第二次打四天王 我居然有一種 有一種變得比較難對付的感覺 哦太好了門開了 秦英說去二層測試一下你的能力 那第二層裡面是 哦變成了第二世代男主角小金 不過在遊戲的世界觀應該稱他為阿翔 我得說啊 看到你大老遠跑過來 我印象很深 你打敗了秦英一定很強大 這好歹秦英我也是玩了不少次嘛 在我的一番調教之下 我也算是挺理解的 那我們這次對付阿翔他派出來的是巨藤蔓多邊獸 完蛋了我這兩隻屬性有點不利啊 旁敲側擊 板吉他補一下 漂亮 這個巨藤蔓應該不用理他 幹直接放一個催眠粉 我錯了我應該先搞死他的 先撞你一下 這招會讓對面無法動彈 哇靠對面就還滿血噴火啊 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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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搞死 你妹的上把刺龍王 先把這個火爆獸搞定 隨後再下一次鴨嘴雁龍 這麼多火系的 先把巨藤蔓搞掉 然後這裡發一個地震 那你還沒發出來就直接被搞死了 來上把快龍別太囂張啦 喔這裡再來一發 然後這個地震補下去 電擊魔獸也秒了 頓甲的話 那隻地面系的嘛 所以最後再來發水系絕招 即可搞定 恭喜你啦 贏得的第二層戰鬥塔挑戰賽 經過艱苦的戰鬥你會變得更強 好那麻煩幫我開門一下吧 看 你需要再次贏得四天王才能繼續向前 你不是吧 這個版本幹嘛這樣設計啊 幹我又要再打一次四天王啊 我的老天鵝啊 他居然是這種設計 我又要再打一次四天王 好那麼跟剛才一樣 我這裡我直接快轉略過 你妹的 我這裡到底要打幾次啊 好好好 我暫停 OK 我又又又挑戰了一次四天王 就我打的有點小心累啊 而且我發現那四天王變得越來越強了 看來這個版本的二周目啊 他是有稍微提升一點點難度的 雖然說一直重複打有點煩 但是 至少沒有像先前演示的那樣子那麼輕鬆 來吧 這次我們上到第三層 第三層裡面這一位是小赤嗎 天哪經典戰役啊 小赤VS小赤 遊戲間跟動畫界的兩個主角 在這個地方相見歡啊 雖然說就有長相方面 還是差強人意喔 來吧 赤虹說我想要成為最好的訓練師 所以我可不能讓你通過 哎呀打再說嘛 派出來的該不會又是那些經典組合吧 沒有啊 你居然用第二代的 他該不會沒有放第一代的資訊吧 來 激動光線 加上堅持攻擊 這個冰一下估計是冰的死 那泥 哦 對面已經到八十幾等了 看來會比想像中的還要難對付 然後我的班吉拉估計是hold不住的吧 都中了一個麻痺了 對面的火爆說會發出什麼攻擊呢 蒸氣彈 哦 還好他沒有攻擊我的班吉拉似 看你扯了 直接開流子 再來下一個大利二巨錢螳螂 完全沒有優勢嘛 只要這個地震發的出去 嘿嘿 我就搞死我的赤龍王 但是也拉了對面的巨錢螳螂陪葬 來上吧 Gengar 這個只要墊下去 就可以先把大利二帶走 那麼他的赤龍王 果然是把我的班吉拉殘血收頭 去把怪龍 用有帶龍系的 所以我發一招逆鱗 這個逆鱗一弄下去 好啦贏了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相信其實還不算太難對付 小次說沒有人看到我輸的 對吧 好啦恭喜啦 贏得了第三層對戰塔的挑戰 哦 失去信心的心碎 你這裡的設計 這個你平常講話不是點點點點點嗎 沒想到這裡還蠻劍坦的 然後他說要再次贏得四天王 你看 又要再打一次 讓我過去啊 放我過去 哎呀 好啦好啦好啦 算了又要再挑戰一次四天王 這我也是服了 欸 他第一層放琴音 第二層放阿翔 第三層放赤龍 那我簡單推測一下 這裡面下一個 該不會是小藍吧 我讀五毛錢 大概是小藍 或者是青綠 其中一個 就是我初步的想法 那 總之 阿媽的這第幾次啊 算上我私底下打的那一次 這已經是我第四次來挑戰四天王 哎 永無止境的車輪戰啊 好好好 我這邊又要再暫停一下了 哦我的老天兒啊 終於是打完了 好吧 總之我們這裡再一次跑到戰鬥塔那邊 剛剛我們已經爬了三層 那麼現在這個第四層 我個人希望會是小藍哦 哎 操 結果是青綠 你倒是給我一個妹子啊 可惡可惡可惡 我們跟他對話 他這邊的翻譯是寫小茂 所以這個是動畫版的勁敵囉 既你最大的努力 這場戰鬥是值得的 啊算了 先打再說 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的 我求求你了 來吧 對面派出來的是耶誕樹怪力 那麼我就用超能力系 還有邪惡系的絕招 這個屬性克制應該沒問題 加油啊 半吉拉斯 跟鬼 靠你們收掉了 咬一下 拜託 咬掉 沒有 因為對面風速狗的特性 他都有跟鬼直接被秒掉 上把刺龍王 來緊接著繼續攻擊 看老子水炮 加個地震 全體攻擊 我連我自己的刺龍王都打了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管什麼戰略的 我純粹只是想跟你們換血 其實這個版本我玩的比較快哦 所以說很多細節方面啊 我個人也不會太計較 尖石攻擊 直接戳爆 OK 那麼最後一隻是比雕 比雕的話 以他的防禦力來說 這個尖石攻擊應該就收得掉了 Good 那麼成功達到小茂 他會說恭喜你贏得了 第四層戰鬥塔的挑戰 你要再次贏得四天王啊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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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鬥塔 我已經打了四個人了 你他媽的前面這個房間 最好不要再埋伏一個了 要不然我真的會氣到吐血啊 拜託的小茂 就當作是我求你了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希望是最後一次 我這邊再一次飛到聯盟 又要再打四天王了 唉 你們都懂的啊 好 ok我這裡已經打了五次四天王了 天啊 這幾場戰鬥 稀下來幾百萬的經驗值啊 雖然說練得還蠻爽的 但這個重複性太高 我感覺我都有點審美疲勞了 本來每次打第二世代的四天王 我都很期待見到梨花 但現在我真的不想再看見他了 來吧 再來是第五層 剛剛這個是小茂嘛 他往前一個房間 這一次是小瑩 他不是說這個地方是四天王嘛 你是另類的冠軍是不是 他說小智很高興見到你 我想到的空木先生 他曾經跟我說過的話 所以我現在開始很信任我的精靈 而且還不僅如此 我還主見的可以擊敗各種精靈的隊伍 現在我是當地聯盟的一員 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小智我告訴你 我已經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厲害的訓練師 天啊 你之前不是落我們的手下敗將嗎 而他這邊的title 居然寫聯盟冠軍小贏 媽的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講聯盟冠軍 這我剛剛都已經刷好幾回合了 來我來稍微看一下 對面派出來的是馬紐拉大力二 算了先打大力二吧 而且照這樣看來 對面已經全員一百等了 我這裡還卡在九十幾啊 尷尬了 來來來來 我們先集中火力 糟糕那個馬紐拉開始跳劍舞 我有不好的預感 先打他左邊的那些 結果他的胡帝這麼不禁打 好那我們這次改攻右邊 雙劍合璧 沒有 哇靠對面一擊就把我幹掉了 上把火爆獸 這裡用他的火焰系絕招 等一下補一下他的自爆瓷怪 開火俠 去那個耿鬼嘛 機動光線 現在沒有更好的招式了 那個自爆瓷怪可以先幹掉 與此同時對面也只剩下最後一隻 這個烏鴉頭頭 如果要刻他的話 岩石系點應該可以 加油班吉拉斯 你是我最後的希望 那你 天啊他的油鳥好強 去把快龍 從這裡我的班吉拉斯應該是可以直接收掉 good 還不算太驚心動魄 這個到了100等也沒什麼好怕的嘛 隨後他表示我沒輸 我很生氣 雄偉的戰鬥塔取得了新的勝利 後面的門直接打開了 太好了 yes 高興的都破音啦 我剛剛一瞬間還擔心說 我又要再去打四天王了 來來來 乾淨保存一下 那麼裡面是幹什麼的 裡面該不會是殿堂吧 走我們進來 這個房間他寫什麼 他沒有顯示啊 而裡面居然有一隻炎蒂 這這麼好的 這個版本最後就是送一隻神獸 不過為什麼要放炎蒂呢 是這個作者比較偏愛是不是 還是說他想要展現出一種 結晶塔的帝王的感覺 那不管了 收服吧 嗯 這這這這這這這什麼情況 我怎麼突然動不了了 不會吧 我這個當機的模擬器已經當掉了 fuck 沒有回應 快點 來 乾淨讀取存檔一下 這什麼情況 他這邊是對話死機的意思嘛 這種情況簡單來說就是這個人物啊 而在這個地方沒有把對話方框給加進去哦 天啊 這個版本 我他媽玩得這麼久 最後居然是這樣子的結局啊 這個好多我都有點好奇 這些炎蒂 到底會想跟我講什麼耶 天啊 求求你說兩句吧 呵 cognitive 卡王廢我花了6期的時間 這個最後的結局我居然看不到哦 好啦 這也算是有一點 小可惜的部分 然而我也不要計較太多了 来那么最后给大家做一下总结 哎呦我操稍微点开一下地图 结果这里他没有做地图背景 啊算了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吧 这个版本呢我就差不多演示到这边 算说对战塔顶那个神秘的炎帝 他到底设置在那边干嘛的我也不晓得 不过这一版啊整个地区走透透 算说他是一个披着关东地区外皮的成都地区 然而实际上啊如果说作为一个新首相的版本来说 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玩的 那么另外比较可惜的一点是 算说叫做Let's go洛奇亚 但是跟我之前玩的伊布那一版 就这个全国图建的总数量来说 确实还是有点略少 这如果我硬要打个分数的话 差不多可以打个80分吧 不不行这个结尾实在是 这结尾我无法接受算得扣10分 好啦有点生气气 不行我这一期录好我一定要晚点PO上来 我要让大家一起感受到这个被骗的绝望 那么如果有来玩的好朋友们有看到这一段 这个你不用怀疑哦 这绝对不是因为你个人的问题而当机 这他妈的我也是啊 这个完全是欺骗我的感情啊 好了那么这个系列呢就做到这边 我们下个版本再见咯 好的OK感谢你们感谢各位视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